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Jenny Hello Jenny 程老师 欧老师 你们好 你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螺旋式的手绑技巧 好 其实在设计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设计 有花束的手绑花束 亦都有新娘的捧花 而在手绑花束里面 设计的种类 有半球形的混合式 组裙式 以及半球形的多层次开放式 以及也有半球形的有圆隧的物料 而在新娘捧花的设计的种类里面 有半球形的多层次开放式 即是ASUR 有半球形的圆隧的物料 以及还有半球形的童心鱼 但是我们在做新娘捧花 要用丝带去做装饰 丝带就一定要配襯 新娘的礼服的风格 布料 以及它的色调 还有就是礼服的质感 大家要留意半球形高度和闊度的比例 要是1比2 在右下角有蓝色剔好这幅图 大家就会很清楚见到 半球形的正确形状了 那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是 整个手绑花束的它的半球体 要呈现一个180度的水平呈现 对了 半球形的设计有混合式 混合式即是花材要是平均分布 大家看到中间的线条 左右两边好像一面镜子 花材是达到平均分布 而且色调也是平衡的 这个就是半球形的组裙式设计 组裙式就是每一种花材 都集中在相同或者接近的位置 在左右两边 大家会清楚见到 两边是不一样的 欧老师有考生想知道 设计手绑花束 那要怎样才能做到对称的圆形呢 好啊 那不如我们一起看一下 老师示范的片段 看看老师示范的片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的 没错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另外一款的设计 这个就是半球形的圆垂的物料 当然花形一定要对清 比例就要正确 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圆垂的物料 可以令到我们的设计更加容易表达出来 例如是红饮草、春兰叶、文竹和垂涎 这都可以做到一个圆垂的效果 接着就是一个多层次开放式的设计 就是Asura 花形一定要对清 比例也一定要正确 而且很明显可以表现到不同花材的形态 还有你会发觉 如果越近捆绑点的 花材就会比较紧密 那越远离的捆绑点 花材分布的空间就会较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到 就是花束里面 有不同层次的花位植物 陈老师 有很多考生对Asura的设计都没有信心 那可以示范如何去设计Asura吗? 好啊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老师的示范 哇 啊 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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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如我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这张图片的菌绑点绑得非常实 而且非常整洁 这张图片大家应该留意得到 螺旋式的花脚 所有花脚顺着同一个方向 倾斜地排列 脂径亦是很干净的 没有刺和骚髒的东西 花脚的长度亦相同 所以每一枝花都能够吸收足够的水分 至于新凉捧花 大家需要选择合适的丝带 去修饰捆绑点 这张图片大家都会见到 这条丝带绑得非常稳固 另外我想提醒所有的考生 不要将手绑花束 放在最后一个项目制作 否则太紧张可能会拉断麻绳 而且还要预点时间 将作品放到花瓶里面 明白了 就是最好要预留时间 再调整花形 还有就是尽量先做完花束 那就不会担心说时间不够完成 或者是太紧张 那最后把麻绳扯脱了 那就很麻烦了 还有就是花束 一定要放进花瓶里面 才算完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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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了 陈老师 有什么方法 可以掌握制作的速度呢 嗯 我考试的时候 考生一定会很紧张 其实我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尽量利用考试之前 有十分钟的时间 就让考生去处理花材 那这个时间里面 你可以就是将那些花材整理 然后分类 那你可以将一些不要的枝叶 或者不漂亮的花袋 那些然后清除它 那尤其是刺 你都可以去把它清除清走 那我觉得你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 然后将那些花材整理好 分类放在桌面 那到一开始考试的时候 那你就会很快就开始做那个花束 如果这样可以不可以呢 太好了 原来可以应用考试前的时间 去处理花材 把多余的一些枝叶去处理掉 那真的要好好把握这十分钟了 对了 然后很多学生 他的手型都是比较小的 那如果拿着六十多枝花 去做花束的话 那真的很困难 那有特殊的方法吗 我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 就算我自己做的花束 有时候我可能扎九十九枝玫瑰花的时候 那我都会有机会 就是手不够大 拿不到那么多枝劲的 那样 那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找一条橡筋 然后长一点的橡筋 然后扎到那个 拿到一个时间的时候 你觉得太重了 太多花了 那于是你可以用一个橡筋 轻轻把那个脚的下面 那个肢劲的部分 先绑一绑 那这个不会影响花的花型 那接着之后你再加花的时候 亦都可以松一条橡筋 然后再加下去 那样 那当然在到最后你完成的时候 那其实你在绑绑之前 那你就要去调整 那个花材的角度和位置 才好绑绑就可以了 那起码在最初的过程的时候 你就不会把手太累了 那这个会不会是可以给大家 一个参考的方法呢 那原来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 特殊的工具 譬如说橡皮筋这样子 去固定部分的一些花镜 然后再逐渐去加花 最后再用麻绳去捆绑的时候 再把前面的一个橡皮筋要拆掉 对吗?因为如果万一说 忘记拆掉那个橡皮筋的话 就会出现两个捆绑点 那就不行 然后最后再去调整 花朵的一个角度和位置 是妈老师 是啊 没错了 是的 欧老师 我在评分的时候 我会发觉有一件事 就是他们在技巧方面 手绑的技巧 其实他们都绑得很稳定的 那给五分一定是没问题的 同意的 但是在设计方面实在是 难点再给高分 是很多时候都是设计方面的问题 是 老师 学生他比较担心在做多层次的书尔设计上面 怎样可以拿到更高分呢? 老师可以给他一些意见吗? 要么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去分析一下那个作品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就是一个ASURE的设计 但是这个一看就已经知道 那个捆绑点不是很稳固 那你会看到整个花形 都是变成一个不对称的形状 不要说是半球形 还有我没有办法可以清楚看到 每一种花材的形态 因为我只是看到彩星非常密集 遮住所有的花材 那我可以有个建议 首先应该是彩星的长度 应该要裁展它们是差不多长度的 而在分布的时候 然后就要预留一些空间 让其他可以看到其他花材的形态 那如果接近在捆绑点的位置的时候 那些不需要用花来摆到这么低 因为花材应该是要看到的 那可以用一些叶材来代替了 那譬如可以用一些枝纸叶 或者一些小小的沙巴 那些花就可以向上伸延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还有怎样都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那个捆绑点一定要稳固 如果不是就会影响了整个花形 那那个花形就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一个半球形出来 原来我们要注意 原来我们要注意 就是在花材的一个空间的展示上面 要不要把花朵藏在一个底部 然后我们可以在捆绑点的位置里面加入叶材 然后最后要注意捆绑点要必须要稳固 否则就会影响到最后整个半球体呈现的花形 没错了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老老师 这款半球形的组群式设计你觉得怎么样呢 好了 让我看看 这个半球形的比例就很明显有偏差的 你看到它顶部的骨形有很多凳凳位 下面底部的水平线也是斜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花材的质感太相似 因为玫瑰是主要的材料 大大小小的玫瑰 令到组群色就不太明显 叶材也太大 沙巴的比例太大 影响了整个花形 我在这里给的建议就是 在选材方面 选择不同质感的化妆花材 例如有屈金香 冰冰菊 大理花 这些都有不同质感 组群色的效果就会比较明显 另外就是要适当地选择一些填充的花材 例如一些很细密的彩星 就可以填补了凳凳的空间 底部的叶材可以用小一点的沙巴叶 或者是用芒叶都会比较容易处理 明白吗 我总结一下 原来我们要注意选择一些花材的时候 要使用一些表现不同质感的花材 然后主群色的效果会更加视觉明显 然后中间花与花之间的一个空隙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密集的填充花 有像本彩星这样子的花材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最后的底部 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比较小的沙巴叶 或者说高山阳尺去修饰最后的底部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要留意到他们的质感 然后否则的话就会混淆 比较像多层次的一个沙巴叶设计 对了 没错 嗯 好了 大家看完这个频道之后 如果你是很想将你的作品交给我们的专家 提供一些宝贵意见给你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频道结束之后 七天内将你的作品拍了照 然后接着你就电邮去我们的学院那里 香港的考生你就电邮去香港西欧 如果你是国内的考生的话 你可以电邮去广州的西欧 当我们收到你的作品之后 你要记得作品一定要有你自己的名字 一定要是你自己亲手做的作品来的 然后我们就会安排的一个时间 就在将会来的频道里面 我们的DFA的考试功略之专家提示 我们就会将你的作品去分析 然后会为你提供意见的了 那希望你们把这个机会 各位考生如果希望您的个人作品 可以得到专业的评审的意见 您可以在观看完视频的七天以内 把你的个人作品照片 发邮件到广州西欧的邮箱 我们在下一期的考试功略视频里面 会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记得在发邮件时要备注您的个人姓名哦 记得要把握机会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